沙特阿拉伯作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之一 他们的生活作息和他们的工作时间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先来说一下他们的周末吧 他们的周末其实是星期五和星期六 所有的商行和一些办事机构将会在星期五停止办公 而且有一些在星期四就缩短的工作时间 沙特政府规定的工作时间是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 在月期间这个时间就会改成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 高级政府雇员在上述的工作时间里面 可能会在自己的家里办公 在摘月期间你去安排一些商务会议什么的 其实没有什么大跟小怪的 由于摘月的风速习惯白天它的餐厅都是关门 我们先不谈摘月吧 它有它的特殊属性 我们就谈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平时的生活和作息 普通老百姓他们一天会有五次大小禁 因为他们有五次的礼拜时间 所以白天如果你出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逛街逛得好好的超市买东西买得好好的 突然一个广播出来了要做礼拜了 你就得赶紧接账赶紧出去 有的地方会过半小时 有的地方会过一个小时再开门 所以久而久之沙特阿拉伯人养成了一种夜间出行的习惯 因为夜间出行他们把最后一次礼拜做完了以后 出门就会比较方便 所有人都会习惯在夜间去做商务谈判会面 所以像我和大龙在沙特的期间 我们都是肉肉睡觉的时间把它抬出去 然后把自己的事情办完了以后再抬回去 这种经历其实还挺好玩的 即便是我们要出席一些很正式的一些场合 或者是谈判的话他们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甚至是不会因为你带着孩子出来跟他们谈事情 他会觉得你不够专业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 对于我来说一起要共事 或者是要一起合作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对方他是很顾家很有家庭观念的人 我觉得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们回国以后也是这样子的 无论我们在哪里也是走哪带哪 我上班也带着 感谢人性的善良 也感谢社会的包容 从而言之在中东的国家 整个半夜里面去别人家里做个吃饭的话 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也不要觉得很意外 甚至像我们一样 半夜里陪着我老公出去开开会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好了 散会 好 散会